俄民 decir 俄民 decir 破地獄主持 SCOHO 林man 柯仔 大家好 歡迎收聽收看 破地獄 真的到 uno正直 point 幸好這集還可以在歌 以後還沒能做破地獄 當然不會 lık言說是可以 三席 旭文都說坐三望四五 最後講到一點意外的票數不算多 當然我曾經獻過一個一石三鳥之計 怎樣三鳥呢? 第一 陳淑莊打悲情牌 拿了這麼多票 我們打更悲情牌 誰給更多票 我不是實際上只有票 而是額外票 第二 就是對抗抹黑 蘋果每天都抹黑你 即是說你搞3D和上面的頭有關 即是偏頗 盜獄粉 天恆的廣告 甚至六四的事件 蕭先生支持屠殺 蘋果很擺明就是抹黑 甚至第三點 提升知名度 即是幫劉佣 即是始終劉佳雄這三個 港島區的市民和選民 甚至全香港的市民 知名度比較低 當日的落敗 我相信跟知名度比較低 而且他個人的形象不算太突出 即是劉佣是那種慢慢浸出來 即是屬於慢打狼 即是你講起這件事我都想過 即是當年陳淑莊的形象也不突出 他雖然排第一 但透過這幾年大家熟悉之後 才建立了他自己的形象 所以這些都真的很難有辦法 即是當時其實我六四事件 即是那單新聞 即是八點多 就輪著打給媽媽和蘇豪快點起床 就叫蕭先生去蘋果門口 絕食四十八個小時 即是絕食 即是最好更黑心一點說 最好更受不了 進醫院 悲情牌 陳淑莊哭三次 都要七萬多票 你絕食老人家六十三歲 進醫院 嘩 怎麼了 悲情牌還不幫你拿多六千票 這個太冒險了 當然你要成功 要選舉成功 凡事成功 就要避免中球 就要冒險了 當然蕭先生的健康 就不應該很薄 最後當然就沒有失衡 但蕭先生、劉翁、醫生 一起在蘋果門口 還我公道 對抗抹黑 嘩 絕食四十八八小時 甚至劉翁七十二小時 九十六小時 這個拉票方式 提升知名度方式 是多強 以及對抗抹黑的決心 是被人見到的 真的 你又冤枉要絕食這麼慘 市民會買 當然最後這條路 就沒有採納到 同時期也有一班 學民思潮的同學 正在絕食 所以如果我們去絕食 好像變成抽水之嫌 那些人是否都說你抽水 蕭先生在廣場說 號召一千名人力的粉絲 或者人力的朋友 去絕食 結果 第二天 突然間 集會 就結束了 當然不會有直接關係 或者會有 可能有些人說 怕我們被人力騎劫 抽水 是有陰謀論 蕭先生說完這段說話之後 第二天 就結束這個集會 是怕被人力騎劫 當然是有這個可能性 但當然是無法證明 我個人來說 你看看Q仔的說法 究竟是甚麼人 最後決定要解散 當然在學民思潮方面 在陳釋芝那邊 就不可能會有這個想法 當然這件事發生了很多羅生們 有些人說是社運街決定 有些人說是集體決定 有些人說是很多羅生們 我就不想爭議 但這件事 你看到星期二 在中大方面的集會 接下來是9月19日 在成大的集會 只要有夠多人 力量仍然在 我對這個運動仍然很樂觀 始終你說這個 有網友說 贏了沒有了蕭先生 蕭先生不會沒有了 都是冒險的 當然 意思是炸入院 不要我心底話都說出來 炸入院 這些都是假設性 還有講到區 我個人感覺 又未必一定會買 所以都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可能明年阿媽就算不出奇 蕭先生都說現在推阿媽去區議會 是認真的 肯定的 不過你不要這麼快承認阿媽 你會繼續選舉經費 對 所以不要宣布 你可以考慮一下 而我個人認為阿媽的形象 比較親民 和海可親 和海可親 再加上蕭先生的徒弟 沒錯 我不敢說蕭先生的徒弟 為了人力 為了人亡 為了蕭先生 阿媽 你要考慮下屆參選區議會 我支持你 我要為你拉票 我也會 蘇豪也會 你不要說 當然 其實這集 我本來是想說一下 不要說 你知道我肯定要拉起火頭 我知道 你看我們地獄之火幾個王星 多惹火 無緣無故有什麼火頭 蘇豪 又不是阿媽上梁山 這是好事 參選 另外 亦有網友說 我們會不會繼續支持黃潤達 問我們 我個人來說 我不會因為一兩句說話 而推翻黃潤達禁落所做的行為 做的抗爭行動 我個人仍然是支持阿皇上的 無論他拿什麼牌頭 這件事我也不想說 因為 我何得何能去說這件事 我又不是人力的成員 我有沒有得決策 我開會 我又沒有份 我是完全局外人 我根本沒有資格去評論 不過有網友說 可不可以說兩句 支持皇上 我當然會 沒有皇上 我就不能做早朝 我不能做早朝 現在破地獄 就不會見到我 這也是事實 這件事不多說 我們也沒有資格 沒有小人物 另外本來這集 我想說選舉 整個政局的分析 對人力的未來動向的建議 對人力的未來動向的建議 你答應了別人說 對 你是不是想不說 第二次不想不說 但是我留下星期平日就會說 平日?還有平日嗎? 你在家自己說 大家就下星期一 留意一下 就是開著我們人網 開著人網 開著人網 你這些就是標準的賣關子 賣關子 賣關子 知道了 留下星期 如果看了下星期的節目 平日的節目 我不是只破地獄 就會看到很多不同的嘉賓主持 就會上來 全部是很有份量 就是我跟他們比 完全不能比 我差很遠 蚊比和牛比全部是敬人 就是我 咬盡這個 牙關 整個卡 講到牙都痛 才找到幾位人物去出山 出山來人網 做節目的 好厲害 怎樣? 做什麼時候? 平日那個嗎? 即是下星期 等宣佈 先試一下火花 不要走數 記得 就不會走數 除非我突然被車撞到 就不會 盡量不走數 就不會走數 今集其實我們想講講 一些比較 簡短一點 應該講你的議題 但最近經常講選舉 真的相對來說 大家會覺得比較低 其實都非常重要 例如 佔領中環 對 佔領中環 其實就是香港的一個社會行動 響應全世界各地的佔領金融中心的活動 我們香港正確來說 可以說是佔領回風 在今個星期一 就在選舉後 就在選舉後 我選了很適合的時間 他們就 剩下的那些人 已經全部被驅逐離場 其實當日新聞片都直播了整個過程 其實主要是匯豐的保安 就用幾天時間 慢慢擺一些花盆等等 拉半道閘 首先把那些佔領者圍起 然後到最後一天 其實都發生了一些肢體衝撞 主要就是保安人員 以及執達尼 那就是 夾手夾腳 首先就是清掉他們的螢幕 搬走他們的東西 用人鏈圍著他們 最後 其實都相當之暴力的 有 將他們扯 拉 手 頭 背部 穿著地拖走部分的人 亦都有零聲的衝突 拘捕了其中一位成員 未知會不會落案 那 會不會發生到 用這種方式去清場呢 其實跟他們的選子 是有少少關係 我想他們初初都想不到 在香港 選匯豐來做 這樣就很有象徵意義 因為整件事的茅頭 就是要直指金融系統 但是 那個地方 是私人地方 那是公共空間 不過是私人地方 所以 去做這件事 就不需要 我們形象影響差的警隊去出手 由保安 和執達 依據一些佔用私人地方 等等的條例 就去做 就好像幫了警察一把 他們只要很多人在旁邊 幫忙看著 然後拉出去 再配合拘捕等等 那這個 這個 我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說是失策 我想初初都想不到的 但是最主要 為什麼這個行動 最後會這樣 就可以算是有少少模式 模式完了 就是其實是議題 未能夠獲得大眾的關注 其實梁振英政府 這次都很小心的 在選舉前就不清場 選舉後才是清 還會馬上清 其實就算你選舉前清場 根本對選情就影響不大 首先香港人就對這個佔領中環 就 沒有什麼敢說 就是根本就好像不關他事 亦都是沒有支持 可以提一提就是 香港的佔領中環活動 一開始 例如連雷曼虎主任 他們不是反金融的 他們是覺得要加強規管等等 亦都有些可能是 資深 投資者 一些中產也好 一些師奶也好 是覺得玩要小心一點 但到了最後 其實香港那裏 剩下的提出的議題 是反整個金融系統 反整個資本主義 很難獲得香港人認同 香港的金融系統 養了不少人 有幾多人是炒股炒樓賺過錢 全部這些人是不會支持這些行動的 再者 這麼久以來 佔領中環只是一班社運的左翼 甚至左翼21 社會主義行動 FM101 表示其實發不大 最大問題 裡面本身 一開始佔領那幾班人 不同的時段 都因為裡面吵架 可能你放一些電影 就太大聲 騷擾到我 結果先後有幾個團體 佔領中環團體都先後離開 所以你見到裡面 因為太多人 集合的力量不是太強 日內發不大 本身很普通的香港市民去支持你 結果到現在就清場完畢 當然我欣賞他們堅持 就算香港市民不太支持你 你仍然去佔領中環 佔領下去 為了打敗金融系統 而去抗爭 我這個精神 我就賠償你 但是發不大 在策略上是不成功的 運動上就是失敗的 網友說那些人只是相失青年 我覺得這種說法太過簡化了 部份人是全心全意搞社運 也部份人是放完工就去佔領 還有他有沒有事做 我覺得千萬不要把他和社會運動本身的議題混亂 混亂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佔領中環已經沒有了 當然我相信這班人 日後會繼續佔領其他地方 可能佔領政府總部都未定 所以就放長雙眼 我認為佔領中環被清場 就不代表佔領的行動 佔領的運動就完結 還有批判現在資本主義和銀行體系 其實應該一直都會繼續說 譬如現在搞什麼QE3等等 其實都很明顯標誌著 金融系統是有問題的 是 即是來自QE3的出現 有就買債等等 他們都會回來做這些行動 我認為暫時來說 香港金融這個社會 是不會支持這班人的 但是他們仍然會行動 最後的總結就是這樣 說完佔領中環 就回到國內近期的 報紙頭條新聞 我都頗不開心 就說李旺陽這件事 沒錯 李旺陽被自殺 根據大陸方面的說法就是自殺 有報告 有驗屍報告 火化為體 甚至說 他有妹李旺寧和李旺寧的丈夫 趙寶珠 都是簽了名去承認 李旺陽是自殺的報告 誰知道最近被記者發現 第一 李旺寧的夫妻 從來沒有在驗屍報告上簽過名 是他們親口說的 沒錯 其實這件事大家都猜到是 但今次是香港有記者 新入婦月 親身在他們親口說的 李旺寧夫妻從來沒有同意過要火化為體 也從來沒有同意寫李旺陽是自殺的 全部原來都是山歐白做 在湖南政府 誣附李旺寧夫妻是支持他們報告的 當然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 其實是可以翻案的 另外他們說醫學的報告 根據李旺寧的說法 是他被迫簽字的 醫學報告方面 他說你有權選擇不簽嗎 當這麼多公安對你威逼你有 威脅你的生命 去監控你 去監禁你 什麼你有辦法不簽嗎 什麼你旺寧夫妻不怕自己 成為第二個李旺陽嗎 全部都害怕 根本是不能選擇不簽醫學報告的簽名 第三樣是他們從來沒有簽過 是不與外界聯繫的公開信 因為後來李旺陽火化之後 有一篇公開信 李旺寧親自簽名 他們不會再願意與外界聯繫 亦都不會再希望有任何外界騷擾 不會再接受任何採訪 結果原來都被人踢爆 原來這個不與外界聯繫的公開信 是假的 是沒有這一回事 即是說不與外界聯繫 並不是他們自願做 而是湖南政府把他們收藏 沒錯 真是假的 第三 李旺寧的代表律師唐敬寧 從來都不能跟家屬去會面 根據中共宣布的說法 就是李旺寧自己解除唐律師的職務 實際上趙寶珠和李旺寧都否認過 有解護過這位律師 表示又是說謊 變成一個謊 一個謊 為什麼這件事會被人發現 原來明報的記者 上去湖南想採訪李旺寧的夫妻 誰知道 一上去 就被公安說 我要保護你 蘇豪你想上去訪問李旺寧嗎 可以 我們保護你 隨時人身受到安全 誰知道 記者就說 我不需要你去保護 我們採訪安全 有什麼需要你去保護 公安就說 你不可以不接受我的保護 即是被保護 沒錯 很關心市民的安全 人家就被自殺 你就被保護 結果 不僅保護你 還要禁錮你 44小時 差不多兩天 在賓館禁錮你 還要受到監視 撲屎也要保護 沒錯 公安旁邊監視 撲屎撲屎 是不可以關門 我說說被保護的過程 當時安排美麗的酒店 給記者朋友住 那先收好你的手機 錄音機 iPad 電腦等等 那做什麼呢 當然怕你有毒 收好你的檢查 那麼 他們真的逐步檢查 把所有的相片 錄音全部都刪去 不過不好意思 這個世界都是上網的 其實記者朋友 把大部分重要的相片 錄音等等 已經一早送回報館 只是損失了少量 但是公安就不會輕易放過 好 他會被記者睡覺 不過每兩個小時 叫醒他 做什麼 安全提示 對啦 其實你們來問什麼 來做什麼 盤問的時候 屎也不給我 尿也不給我 屎也不給我 真可憐 還有一些狗招 因為記者有幾位 他會把他們分開 去困住 然後逐個記者說 你另外的朋友 已經招工了 你現在不認 他們回香港 你就不能回 又會用這些招 但是 軍安經常用這些招 湖南那些維穩部隊的水平就是差不多 他會以為香港的記者會就範 因為 記者 他們已經完全明白 其實 他們是可以有香港的輿論壓力 沒有外國記者的報導 湖南的當局 真的敢對他們有任何的手段 真的滅聲 打他們一身也好 後果是極之嚴重的 所以其實 只是靠客 就是這樣 等於我們 SOHO 我和Ben 阿媽上去訪問李旺寧 總之被公安保護 你們四個住在賓館 然後賓館晚上 可能十二點多 你想安排 阿媽 不要安排 你知不知道 SOHO和Ben 林康正 就招了工 你不招工 就回不了香港 你快點走 快點招工 就是這樣 當然香港記者就不是留 就沒有給客人成功 就連連留在這裏 留在這裏不要緊 第二招 第二招是怎樣 放一段影片 其實之前 《真相大白》那段影片 就在這裏 李旺陽知死的謎團 就全部是這段影片 那段影片叫做 李旺陽死因調查報告 是官方陸葬 官方陸葬 官方陸葬 就是官方的報告 就是報告一些調查 或者其他喪禮等等的影像 但是看完 記者就覺得疑點更大 例如 他的確有播一些李旺陽驗屍片段 之前真的沒看過 但是更加清楚看到 他頸的傷痕 是外力強行造成 多於一種用布吊自殺 怎樣搓脫頸那種 另外也拍到 其實在靈堂上 應該說火化場上 他的妹妹其實是想強烈反抗 以及想走過去 似乎想停止這個活動 但是身邊有一些所謂親友 其實是拘捕他們回頭 所以看到李旺寧去到那個時候 那個是否還有自主呢 都是極度值得懷疑的 這些他是自己拿石頭 扔自己的腳 就是首先被人發現 吊頸的頸傷裂痕 跟吊頸的傷痕完全不同 就是懷疑根本不是吊頸 但是被人生歐勒死 第二樣就是李旺寧 是不肯火化遺體 你聲稱李旺寧肯火化 其實是假的 第三樣更奇怪 你上吊是否要白報 記者問 那條布是從哪裡來的呢 一段片段也解釋不了 公路安就插嘴 其實那條布是怎麼來的呢 原來就是李旺陽 就把那張床的床單 撕掉那塊布就出來 記者問為什麼床單裡面 證據方面是沒有破爛的床單呢 他說原來是這樣 他後來也把那塊布放在床單上 佔在床下底 所以見不到 明明李旺陽正 拿那塊布吊頸 已經死了 那誰就把床單 他怎樣把那塊布吊頸後 放在床下底呢 記者問到一個 還有一個有力證據 李旺陽有一位朋友 在吊頸後 差不多馬上去到現場 其實他回答記者說 他看過床單等等 根本就沒有一些被弄爛 撕毀或者混亂 完全沒有這些痕跡 甚至記者認為 根本那條不是白布 即是不是床單的布 而是醫療的崩帶 根本是崩帶 根本不是床單 就是隨便找到崩帶 就是把你辣死 而不是李旺陽 撕破那塊布 再跳頸 死了之後 那條屍或靈魂呢 就變了喪屍 就把那塊布放在床上 逢回他 不知道什麼都好 大哥 你叫我現在撕破那張床單 就可以吊死自己 都好像很困難 還要李旺陽的身體狀況 還要我撕破那張床單 怎麼逢回他 大哥 你玩我嗎 是不是 逢回他都會見到有裂痕 即是 你作謊也好些 聰明了一點 公安 那些記者就更加去懷疑你 不要緊 你不信餅帶不要緊 現在的公安就安排李旺林 跟趙寶珠夫妻來接受你的訪問 被訪問 但不要緊 一路受訪問 我們旁邊就一路拍攝 公安就在趙寶珠旁邊 喂 訪問你 回答他 回答問題 聰明一點 要講真相 這樣回答 會不會有什麼真相呢 於是趙寶珠就說 舊事不要再提了 即是 根本是 假的訪問 做假的 即是大陸 什麼都A貨 什麼都山寨犯 連證據是假的 所謂報告是假的 連受訪問 都是要假的 即是大陸什麼都假的 即是大陸除了張子儀對波真之外 你怎麼知道呢 因為曬太陽了 因為薄熙來就沒有說假的 除了張子儀對波真之外 有什麼是真的 即是薄媽波 全部都是假的 什麼都是假的 即是大陸有什麼做不出 真是非常之恐怖 再者 除了那段片之外 記者就問 為什麼這段片 你說這麼有力的證據 在電視機不能播放 這段片不能公開播 你們才可以看 但是你們看完之後 可以把實情 告訴香港的傳媒 即是表示明報記者上去 訪問李旺齡之後 以後所有香港記者 不用再去 用回官方的說法 洗腦教育 洗腦教育 洗腦明報記者 明報記者當然就不理會了 胡佳說 這些就是大陸一直做的假輿論 也是假的騙子 曾經有一些民運人士說 自己也曾經睡過棺材的監房 被人打過 李旺陽就不幸要死 他就不用死 即是大陸 嘔打民運分子 住在棺材的監房 其實整天有 李旺陽只是冰山一角 即是每年有千上百單的事件 李旺陽事件被人發現 所以你看到是很恐怖 可能不單止湖南 湖北 河南 全部都是這樣做 例如廣東 所以看到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我始終都不明白 為什麼湖南政府可以這麼猖狂 在這件事上 第一就是中央不理 第二就是地方政府去撐腰 甚至是李旺陽的好朋友 尹正安 都被人嚴刑監控你 即是被人打你 說你不要再追查這件事 但他說不可以 我從小學開始就認識李旺陽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要追查真相 胡佳就說 公安這樣做法 現在做一些假證據 又說搞報告 其實就等於強姦你之後 還要你叫很舒服 我被人插得很爽 就是這樣 明明是你強姦人 還要受害者扮得很舒服 很爽 這是非常之卑鄙無恥 是很下流賤格的事 所以大家見到 小日本才能導出的 很深說 但李旺年最後跟記者說了一句句話 相信真相會有大白的一天 相信真相會還回愚民 還回你旺陽清白 當然這件事我相信 可能要共產黨下台 他這句話 是刀口旁邊的最後一句感言 或者有一派鬥另一派 但對整件事的解決沒有幫助 即使李旺陽這件事 可以被人清白 可以翻案 我相信有千千百萬 李旺陽是沒有人知道的 即使一派鬥人一派 每個派別 共產黨派別 都是用無恥的手段 你一天不是民選的政府 你一天怕異見人士 一天怕人發聲 都會用手段去毆打 去殘害所有不同發聲的分子 所以這些無日無知事件 我們要關注 我們要給壓力 我們不可以因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要打倒中共的政權 要打倒極權的政府 就是這個原因 為了同胞 我們一定要中國共產黨下台 這是無可避免的抗爭手段 任何政黨 如果你要求中國共產黨下台 你就等於默許這些殘忍的方法 默許李旺陽事件 一而再發生 但香港 在香港 有哪些政黨 真的要求共產黨下台 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不多 就算口說 實際上做過什麼 每年悼念就算 就是大家深思一下這個問題 究竟我們為了國內的民運分子 異見分子 還可以做什麼 就是大家回去慢慢想 第二節回來再見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破地獄主持 SOHO 林匡正 阿Ben 麥仔 好 回來破地獄 那我提醒大家 阿麥厲害 喊咪都會 現在做節目 不如喊一次咪 不要說 那我提醒大家 我們會出地獄指數 大家可以在我們Facebook群組 Koro 被分 咦 那就完了 怎麼搞的 一至十八層 對嗎 十八層 最賤最壞 大家就要給十八 記得 好久 因為上幾個星期 就沒有做了 就變了 幾個星期 因為玩了 猜五個星期 就不是不記得了 可惜 我真的買了獎品 即是我的書 我的衣服 另外還有獎品 人網傘 底褲其實是阿媽 那一條 阿媽 阿媽送了給人 對 給誰啊 快包 什麼紙 什麼紙啊 真的 你真的不要吵 你真的不要吵 大炮 不要吵 繼續 我真的吵你 真的 好 好 最後當然是 我看完所有帖子 沒有人中 沒有人中 如果我們看樓眼 大家出聲 我會看你的帖子 你猜不猜中了 我都記得 我猜不一定中 我錯到離譜 證明我們的選舉分析 聽起來就頭頭是道出來 社會太多變數 我哪裏 2004年泛民 64%票 那 上屆是2008年 59 今屆最少是60 比2008年好 少了2004年少少 怎知道今屆是57 泛民的總票是有多 但是建制票也是多 而且多得更加快 但我現在揭曉 其實所謂的建制票增加 是假的 真的是假的 即是建制票是有減而沒有加 那為何有這個情況 而報紙沒有提 我可以在星期一 我才說 有些人說明天 上水仍然會有 反水客的示威 4點 解放上水 你會不會去 SOHO 關於新界東的問題 我是現在特別關注的 這樣 明天就未必去到 那Mark呢 應該明天也未必去 明天應該繼續去借票 那大家有時間也要撐一些高登仔 即是今天打架 即是水貨客打 是啊 即是有水貨客 又有些很親共維園亞伯類型的人 又很大反抗 其實我 我再說兩句 就是 我新東邦萬必 我看到其實北區大埔 那些街坊 對於水貨客搞風雨漲氣的議題 真是很有關注 還有人民力量 即是我跟人民力量兩位成員 有些建議 因為現在港動明 人民力量就會走本土民主路線 走本土派 就像陳雲的城邦自治論的派 如果你真的想吃這個話題 就麻煩以後被人說 在抽水之前 就去上水 一起跟高登仔聯手去示威 跟上水居民聯手去示威 其實我覺得 是有必要 如果你走本土路線 你說港動明走本土路線 人民力量是有需要派人 就算不穿衣服 就要密密地去支持運動 所以我覺得 要開麥克風說這件事 要開麥克風說人民力量 是支持那批 在上水去示威的高登仔和市民 我不可以代表人民力量 但蘇豪 你認為人民力量方面的立場是怎樣 對於上水的示威 我認為 剛才Ben也說過 在競選期間 很多市民都關注這個上水水下事件 還有之前用北區發展的富豪性事件 我想北區的居民都非常關注 我們接下來會優先處理港人的福利 以及優先處理港人的問題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放多點時間 因為水貨客當然不單止上水 不過上水因為近邊境 所以出入口 出關入關的問題特別嚴重 接下來我們一定會看更多 所以呼籲人民量的朋友 如果你認同人民力去走本土有派路線 明天四點去上水一起去示威 去幫忙 由現在開始打這個話題 做這個議題 不要太遲才開始做 如果你不做的話 我擔保 高登之聲 范國威就會出來做 甚至張超雄 看到形勢對老 民主黨 也會出來做 千萬不要落後於人 聽起來對市民好事 就是關顧港人的政黨 有一點互相競爭 去做好事 大家是福分 YHAT就說得對 不單是我們老實的聽眾 很忠實 要直接給政府的壓力 當然我示威和你的議題都要做 不單是打水貨客 是整個本土有派論述 人力要快點跟陳雲老師 整套論述出來 是讓人拜託你 要有整個藍圖 要整套論述出來 人們才知道 真真正正的本土有派路線 怎樣才是本土有派路線呢 從水貨客人開始說 一定要做 就算 一定不是YCAT Berry不是YCAT 雖然SOHO就很 掛著YCAT 我也很感謝YCAT 讚賞我本新書寫得好 多謝YCAT 你們說我不講YCAT 多謝YCAT 你欠輸給我 我不能說嗎 你輸了不能說 我贏了 大哥 你認識YCAT 你認識YCAT 我可以繼續 不要討論這個問題 我當然知道 深入苦悅 我會知道 好 現在想說話題 就是釣魚台 以及南海問題 因為最近南海方面 封煙四起 日本正式 本來最初是東京市政府 去買釣魚台 石原神太郎去買 誰知野田歸染 一直不支持去買 可能見到日本政府民望低 野田歸染 因為那裡是VAT稅 由5%加到8% 再加到10% 而大失民望 在挽回民望之下 跟共產黨很流行一套 由內政轉移視線到外交 最初由東京去買賭 就變成日本國家 整個國家去買賭 要快過石原 好像要 所以你見到 由國內民望太低 內政不行 就轉移視線 變成日本政府去買賭 中國方面當然不開心 中國人民也不開心 在南海方面 菲律賓 正式把南海改名 西菲律賓海 簡稱為西菲海 整片西海 就很浩浩蕩蕩蕩 連黃岩島都成為領土範圍之一 我個人看來是美國的部署 由日本買賭 我相信是由美國背後去支持 由菲律賓 將南海變成西海 西菲律賓海 甚至之前美國和越南聯合軍演 美國現在為越南提供核武器的技術 美國說明 美日安保條約是包括釣魚台 現在包括釣魚台 美國聲稱釣魚台 是叫做尖角列島 即是跟隨日本的說法 美國這個重返亞洲 打擊中國是一步一步部署 聯合菲律賓、日本、越南 甚至印度 因為美國現在賣武器給印度 鼓勵印度去擴張領土 茅頭直指中國 中國當然不是不做的 日本買釣魚台 馬上拜幾艘軍艦 去示威 去宣示主權 去哪裏呢 在釣魚台80海里以外 去宣示主權 如何為主權領土呢 要在島中心 50海里以內 先叫做領土範圍 在80海里以外 其實就在領土旁邊 即是表示在人家門口旁邊 去宣示你的主權 即是表示 你連領土都不進入 你連50海里都進不了 說什麼主權 你所謂宣示 你打飛機 因為你連50海里的領土都進不了 在80海里 根本叫什麼宣示的主權 就笑死街坊 所以有網民就說 連釣魚台領土都去不了 說什麼宣示的主權 不要說登島 不要說插旗 連50海里範圍都去不了 根本就是假的宣示 俗稱就是打飛機 另外就是 中國除了宣示主權之外 就做軍演 在廣州、濟南 五個地區就做軍演 廣州方面就針對南海 濟南方面就針對釣魚台 東海方面的發展 好像很威風 也都宣稱中國的海軍 和中國的軍事力量 是有資格可以 有資格去保護到釣魚台的領土 和領土的完整 宣示了十幾年 是真的嗎 但是沒有行動 剛剛說 啟風二號最近說要再去釣魚台 誰知道牌子 沒有牌子 透過港共政府做這件事 上次也沒有牌子 有人放水才能出去 上次有牌子 突然間又是沒有牌子 因為十八大的主意力 那究竟是牌子有問題 還是船真的有問題 如果你宣示的主權 為什麼你不保護啟風二號 而去登島 為什麼你不這樣做 根本就是沒有心去宣示 我說過了 一天中國要靠外資 一天內需不行 要靠外資 來開廠 養活一班工人 去增加這個就業率 中國是不會真正正正在東海問題上 在領土問題上 在南海問題上 強硬是不會的 中國在未來這一兩年 要靠外資情況之下 仍然是不會強硬 當然 在外資減少 日本的投資減少 美國投資減少之下 中國態度轉出強硬 但在未來這一兩年 我見不到這些情況 是會發展得很快 因為始終內需提不起 中國內需撐不起中國經濟之下 是提不起勁的 所以你說中國現在 隨便做一些軍艦 去釣魚台旁邊 宣示這個主權 連範圍都去不了 是很荒謬 所謂的軍演是做樣子 所謂的表態全部做樣子 大姿勢 日本人不怕 日本人是什麼 在釣魚台插旗 建燈塔 買賣島 還有軍艦在釣魚台 五十海里範圍以內 執法 漁民在那裡捕魚 這才是真正的管理權 去到聯合國 去到國際法庭 中國都是輸的 所以你看到 中國現在所做的 完全沒有效 中共政府 令到網民 中國市民 很生氣 走來示威 不過這真的引火自貧 為什麼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本身 自己都有一點意思 想利用一群 矛盾 轉移到日本 國外 他們相對可以減輕內部壓力 我講講 示威情況 挺嚴重 下星期二 就是九一八事件 八十一週年 前幾天 到今天 星期六 內地人放假 示威情況 非常劇烈 長沙 西安 蘇州 超過一萬人示威 這些已經是比較平靜的示威 可以出途 沒有所謂 那幾張都是陝西的示威狀況 先講其他城市 珠海 珠海 有人襲擊日本人的食肆 另外成都 襲擊日資的超級市場 是不是這些 在北京 這些是陝西最激動的場面 陝西是去到放火 反轉車 在車上跳 很開心 笑了 以為自己打贏了什麼 其實就是搞亂自己的地方 我以為他們吃完糞頭丸 以為有焰舞 火焰的焰 在跳舞 旁邊有火 很興奮 誰知道原來不是 推翻駕駛 燒人的駕駛 在上面跳舞 很興奮 我記得說 北京在日本大使館門外 也是磁人示威 有扔雜物進去 這個經常發生 想爬進去 公安都會稍為阻止 其實中國人的垃圾 不是扔在地上 就扔給別人 有分別嗎 跟別人做的事情 但也有些事情不同 例如他們會睡馬路 人民兩天喜歡睡馬路 他們都會睡的 這次對中國政府是比較的 最過癮的是什麼 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門外 有人舉毛澤東照片 說你如果在這裏就好了 我這樣說給朋友 就不太記得 毛澤東1964年說過 多得日本人的攻佔 否則我們共產黨都拿不到政權 多謝日本皇軍 很難聽的話 真的 還有在上海 其實剛剛舉起了一個商業的 日本企業會議 日本總領事都會來 有人去現場示威 也會被抓走 但上海的市政府還有很有趣的事情 他居然 忽然搞防空演習 就是播放一些防空的明星 如果大家看過電影 那些空襲警報 戰時就會發生了 想勾起大家日本侵話回憶 其實就是在做火上加油 這是官方的動作 陝西就有圖看了 已經去到報民那種狀態 網上有圖也挺有趣的 有個人駕駛日本車 很多人都駕駛日本車 他駕駛日本車的貼著紙就說 我買車就在前 日本飯戰在後 我以後都會抵制日貨 其實就是想說 你不要燒我的車 會看到 民情瘋狂的程度 其實會 搞自己人 搞自己的財物 而不是矛頭指吹 大家看到 愛國教育下的人 對於這些外母 所謂外母 國家不做事 他們就不指責 但是在自己的地方 搞到烏煙像 是他們只懂得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那些日本餐廳 全部食物是Made in China 職員也是 你不要以為 Konejiwa 2、3社 就是日本人 全部都是大陸人 全部都是同胞 你試過很多次 知道 就算去上面 那些什麼 一直向西亞馬來拍 海報全部都是假灰 沒錯 海報全部都是假灰 都是Made in China 實際上那個女生 根本 就是假的 你打理日本餐廳 老闆又有同胞 全部都是中國人 你燒日本餐廳 做什麼 開過那些車 都是美晶拉麵 隨時 但是這麼多A貨 寫又寫 列山 牌子三零 寫又寫 Honda 實際上 都是Made in China Honda牌 就是中國車 不出奇 你知道上面有很多A貨 有很多山寨版的車 一個現代的社會 無論是做生意 日常生活所有的產品 都滲滿了全世界各國 就算是其他國家 用的是Made in China 你沒有可能在這些地方 跟別人做分割的 你要罵 罵對方政府 罵自己的政府無能 就沒有理由去這樣搞自己 沒錯 我自己這樣看 其實中國人認為 中國政府是很無能的 就是在領土方面的紛爭 尤其是這麼久以來 各領土都可能不知道 但是釣魚台問題 他們知道是無能的 香港的補調分子 都可以登島台 就是登島島 為什麼中共什麼都做不到呢 其實是感怒不敢言 有時候有些香港記者訪問 你才敢說 是中國政府太軟弱 太無能 政策是要改變 其實是將那種怒氣 轉化在普通人的身上 其實他最生氣不是釣魚台 不是日本人 最生氣是中國政府無能 我相信是 在這麼久 將那些怒氣 借這件事出來發洩 但是所做到什麼 如果你直接去罵中共政府 你下場可能變成李旺陽 既然下場是這麼辛苦 只可以借一些反日本人 名為反日本 實際是反中共 我相信是有不少人的心態 當然不會是大多數 但是不少人的心態是這樣的 我相信是真的 所以才會這麼瘋癲 這麼瘋狂 其實就回應剛才蘇豪的說法 如果慢慢地 那些人開始意識到 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其實就會變成 中共不能操縱的一件事 即是他現在 就想操弄 令他們的氣氛很高漲 就叫做反外變 他想操縱令人 不要再記住國內的問題 但是當人民能夠意識到問題核心的話 蘇豪說 共產黨就會被這個勢力去攻擊 反閹自己 還有Whitehead說 有多國企都和日本車廠合作 那你這些中國的同胞 為什麼不先推到和勾結外國勢力 勾結日本勢力的資本家 不先反對方 是不是所有接待過 或者支持過日本政府 不夠強硬的中國官員 你都先反對方 當然中國人 就不敢這樣做 只罵貪官不罵皇帝 所以你看到這次的示威 大家說以和團 我自己也覺得 也不要說笑了 也不要說悲哀 也不要說不認同 但是你看到 也會有一點很荒謬的感覺 我只是擔心怎樣收場 因為過往的反日示威 九五幾年也有一次 大家都記得 但是最後的收場結果 好像沒有一件事一樣 就收科 他們要收就是強力一點的鎮壓 一天來一次鎮壓 但是多出一些公安 拉走他們 但是譬如今次這樣 去到二十多個城市 同一時間這麼大規模 其實已經不是之前的狀態 當然其實這麼大規模示威 地方政府是默許的 中央政府也是 所以習近平就去四川 假裝考察農村 是嗎 什麼大示威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北京 我去了四川 考察農民的情況 這些招式經常用 你可以發現 每逢中國有大型的示威 很多事在一起的示威 令到人不在北京 不知去了哪裡 每次都是這樣 今次不是第一次 每一次都是這樣 這些就證明了是默許了這些示威 當然默許了這些示威 第一 就是想做一些聲勢 第二 轉移一些國內經濟問題的視線 和日本買賭一樣 是轉移視線 說完這個釣魚台 我就想說一些國際的議題 因為很久都沒有說 你先說什麼 我想說荷蘭 荷蘭 對 我還以為你想說空那些 空那些 通常我們第三節說 那些賤人都會立下一節說 荷蘭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最近荷蘭大選 荷蘭通常都四年選一屆 立法會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我英文好差 希望大家聽明白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代表 就是議會 150位議員 2006年和2010年都選完了 照2014年再選 誰知道今年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執政黨 自由黨 聯合政府 就說要跟隨德國的做法 緊縮開支 就要將國家的開支 預算減最少成半 即15% 結果在執政聯盟裏面的 新自由黨 就叫Party of Freedom 就出來反對 其中他的內閣成員都辭職 結果要重新提前大選 要再選 因為有內閣去辭職 亦都有成員去推出聯合政府 結果這個政府代表不夠半數 在荷蘭的立法會 除了組織政府之外 還有權選首輪的法官 所以在行政立法司法大權 其實政府透過選舉取很多權 今次重選 其實選前 就認為Party of Freedom 最右翼這批 反歐盟 反緊縮開支那批 反新移民那批 會得到成功 結果不同 結果執政的自由黨 是由31隻 升到41隻 更多了 聯合政府的執政自由黨 聯合的CDA 基督教民主黨 亦都是由13隻 即是大家可以早起聯合政府 甚至連反對派工黨 即左邊 亦都是由15隻升到16隻 而社會黨 由30隻升到39隻 工黨和社會黨 雖然是左派的政黨 但亦都是支持緊縮的開支 即是不反對歐盟路線 結果反對歐盟路線 反對緊縮開支的新自由黨 是由24隻 減到15隻 反而他是大敗的 所有支持緊縮開支政黨 都輸 政府執政黨就成功 反對那些全部都輸了 跟之前的民調和民情估計完全不同 為何這麼搞笑呢 他們真的比希臘聰明 可能這就是效益 如果你不減開支 德國就不支持你 可能荷蘭很多銀行 現在都面對破產倒閉情況 荷蘭禁 甚至QE3 令到這批支持緊縮開支的那批人 就是大勝 可以用大勝來形容 因為這批政自由黨 由首相呂達成功連任 之前他們都以為自己輸 他們首先要在2012年削減16億歐元開支 結果現在這個方案會繼續實行 所以你見到荷蘭方面 歐盟派是大獲全盛的 因為荷蘭就分幾派自由黨 其實全名叫做 People Party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應該叫做人民民主自由黨 他們就是自由黨 新自由黨的Party of Freedom 其實就在2006年開始 一個很右極的政黨 是反什麼呢 反新移民 東歐移民 拜託你回去東歐 你去波蘭 你去波蘭、羅馬尼亞 甚至是反伊斯蘭教 這個比較幼 非常幼 是白人主義的政黨 是反伊斯蘭教 因為大家都信奉 自由市場才會組織聯合的政府 但這次不知為什麼 他們反對緊縮的開支 結果就分裂了出來 提前大選 結果新自由黨就大獲全敗 政府就成功了 甚至連對面曾經組織聯合政府的工黨 都是成功的 工黨的獨黨就很奇怪 跟香港的工黨都差不多 香港的工黨 一時跟社民聯合作 一時跟公民黨合作 究竟有誰跟我們合作呢 其實跟我們人民力量 都會 那邊工黨都是 一時跟自由黨合作 一時跟基督教民主黨合作 一時跟社會黨合作 又是左右逢源 這個工黨都是 走第三條路線 都是看民意的偏向哪邊 而左右逢源 現在的工黨是這樣的嗎 所以這是歐洲 荷蘭工黨方面的情況 工黨在阿姆斯特丹 在北部 格洛林根 海倫芬 甚至在 綠特丹 大城市 踢球的嗎 你會認識球隊 這些城市是票倉 有公務員 工人 甚至華人 新移民都支持工黨 支持左派 這次有39隻 僅僅少於自由黨 一隻少兩隻 我預計在2014年的大選 他們可能就會 重返這個執政黨 也不出奇 因為近速開支 到最後 真的不行 死路一條 到最後 是不會得到人民的支持 人民是不會贏你這一套 我相信下一屆 工黨會取代自由黨 再做執政黨 在2006年之後 隔了8年10年 再做執政黨 那些荷蘭大選 就講一講 大家聽聽聽 那邊的消息 現在下一節回來 就講回民建聯 和劉光華 好 下一節回來 再見 小媽 是不是有消息 是不是爆蘇豪 趁他還沒進來 盡快 沒有壓力的 我們保護你 快點說 你可以貼出來的 那些東西不說的話 蘇豪閃卡 大哥 龍珠閃卡 一炒成五百元 五百元張 以前那些 蘇豪閃卡 到貼五百元都不看 基本上也是 不是看著看的 不用先看看 關於什麼 有沒有露點 個人 還是商人合照 還是群體 還是群抽 喂 蘇豪 他爆你糟糕 阿細媽 唉 真的 來啦 在印東西 在印東西 搞這些東西 在印東西 等阿Ben 你的朋友好像最近失業 不是失業 你剛才在說什麼 沒事 做節目 做節目 搞什麼 你有朋友好像最近不開心 你那個朋友 也是吧 都是我的朋友 我口掌天文 可以說是大家的朋友 這樣呢 不是呀 我現在有點同情他 除了大家都是沙牙之外 就是他 是呀 還有呢 還有呢 他現在有行政會 現在都變回區議員 你要先慘慘 講一講 有什麼這麼過癮 講輕鬆的部分 先 劉剛才輸了 網友立刻在Facebook開一個 全港國家熱烈慶祝劉 劉剛說落選委員會 即晚呢已經有8000人加入群組 去到現在呢 39000人 如果計票數 還多過萬篇 非常之厲害 這麼少 他全港 是呀 即是開Pace那個人 開Pace那個人 都說要去借票 但星期一晚呢 他們就發起行動 做什麼呢 就去劉剛說 月明村那個 不是龍鏗嗎 龍鏗村 龍鏗 我都記得龍鏗 我很熟悉新東事務 播了歌 就播了徐小鳳的喜氣洋洋 開香檳 吃花生 有些人就放些東西 好像哀悼他 有些人就拉走 玩得非常開心 的而且確 他的失敗一定是大快人心 因為以共狗建制派 嘴唸可惡來算 他都是頭幾名的 當然 在目的是 當年 收緊的法例 不可以等等 民主派議員要做一些修訂 他說 一條都不給過 做樣子 都不肯聽其他人的意見 死有如沽 網上有一張圖 就說 沙田區有茶餐廳 支持他落選 就貼一張紙出來說 首先是公賀劉光華的落選 然後晚餐全部減6元 有些人就說 劉光華是爭取到吃飯優惠減價 這就是比較輕鬆的補販 說一點認真 你很熟劉光華 因為你住那區 但其實劉光華興建的公民力量 在沙田一帶的地區 都是相當有勢力 坦白說 他做地區工作 都是他本行 他都是搞地區工作起家 如果大家有之前聽他訪問 人網 家學訪問 他都是靠地區工作起家 不差的 真的不差的 公民力量的確有很多區議員的裝卷 他今次就去參加超級區議會 將公民力量的裝卷給了龐愛蘭 龐愛蘭也輸了 大敗 你怎樣分析 劉光華又輸 龐愛蘭又輸 整個好像公民力量 公民力量 麻煩你收拖 你還要計算 去年11月公民力量已經衰幾夜了 被居然被偷襲 你怎樣說 公民力量是走不出沙田和西貢 西貢都有一些居然 你可以說他不貪心 做好自己的幾區都夠贏 不貪心的問題根本是被人壓住 其他區民建聯都插完期 因為公民力量插期早 在港英時期已經插期 所以你先有這樣的機會 去插成沙田 在95年劉光華對著劉偉興 在立法會直選單二席單票制 那時候公民力量已經成立 公民力量 當時初出了劉光華之後 還有韋國雄 蔡根培 這兩位就在田心村的原居民 我知道 兩位都做過沙田區議會的主席 沙田區根本一向都被公民力量霸佔了 但沙田區 夠不夠你票去當選立法會 你為什麼龐愛蘭 沙田區有陳克勤有沙田區 郭培凡有沙田區 馬鞍山那邊其實已經割了給民建聯 楊長利 郭培凡 公民力量其實是被人開始蠶食 所以公民力量是無法找到立法會議員 在西貢方面公民力量是一個很小的組織 劉光華去年怎樣參選 潘國山 原本是倫興區議員 是先報名 在最後那一小時 潘國山突然退選 劉光華就補償 是這麼奇怪 我看到潘國山 因為我也認識他 你覺得他漂亮不漂亮 他也是挺努力的 幫我搞紅綠燈 信不過 林康正這些 你繼續 我跟他說 那棵樹呀 打崩塌 真的幫我搞 真的 然後一棵樹 誰知道政府就把你連 旁邊的五棵全部都砍掉了 廢話你再問 下次又倒閉 我又要搞 然後我上次 你欣賞他 然後他說 哎呀我都很心痛 然後剩一棵樹 政府給我砍掉那幾棵樹 看到心都很痛 然後 然後一陣子 做事夠徹底 樓下那個 有野豬 你又找他嗎 我看著他 拿照片 然後拍野豬的照片 那你拿到Facebook分享 上次 選區議會 我找不到我的票站 因為我本身的票站在龍坑村 你沒有收信嗎 你中票啊 上次區議會 潘國山是連任自動當選 劉光華是要選的 結果我選區 票站放回新翠村 我找不到 我看到民建聯的公民力量 我就找他們 知道我票站在哪裏 我想投公民力量的王集標 你又口投公民力量 因為對手就是人民力量的馬如新 他們都不知道在哪裏 找了劉光華 劉光華親自送我去旁邊的票站 他不認得你 嘩 真的 但我當時拿這份票 你不搶他們 你忍著不搶他們兩刀 你果然是 你果然跟劉光華很熟 送你去票站 我還拿著蘋果日報 擺明不是投給你的 但他也送你去票站 我說我在大班那裏 開賣也送我去 真的做得不錯 那你真是 他心想中伏 所以劉光華親自送我票站 不知是多開心 跟我聊聊天 真是幾哨啞 真人都挺帥 當然這次他輸了 你有點心痛 其實我覺得他比李維琼更加 你這樣說 是騙到人 我會這樣看 很多人會覺得 真的有天理 他終於輸 但我想提提大家 或者很多人都會看到 其實他的落敗 只是一些政治鬥爭 他輸什麼 超級區議會的選舉 你記不記得 民主黨 或自己量身訂做 其實只是兩個大黨 六個人 欠五席 假裝差額選舉的交易 已經有很多說法 有些就說 其實民建聯想不要他 因為他不跟正苗紅 因為他都老了 是時候要換班 他的野心想選黨主席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他已經透露過想上主席的位 所以在拉票的時候 就盡量忽視他 所以就會出到 譬如九龍東 他只有3%的票 而其他區 可以很正常 例如10% 或者20% 跟李維琼去分 這個真的很不合理 還有 剛才也說過 自己排頭 現在共產黨 就不希望那麼多 就算是親建制 也不想那麼多排頭 所以其實他的落敗 只是一些很殘酷的政治鬥爭 不是說一些什麼 啊 終於有天理 一些壞的人 就選不了 所以大家 他的落選 不是那麼開心 其實大家的形勢 是非常不好 我同意說 劉光華不是輸給民主黨 是輸給八姐姐 八姐姐不出來選 劉光華隨時拿六萬多票當選 就搞定了 可以小票而多到三個 就是他輸給三萬多票 六萬多票 拿超過一半已經當選了 甚至 其實劉光華我看野心 不是想選超級區議員 如果超級區議員高票當選 甚至下屆他是想選特首 我覺得他是這樣的野心 由當年港圖民 走去公民力量 成立公民力量 就由公民力量 走去民建聯 一路一路跑到副主席 跑到行政會議 劉光華其實是想做特首 當然 建制派怎麼會給一個 是來自民主派出身的人 做特首呢 甚至主席位也不會讓你做 馬力 譚耀宗 根正苗紅的人 都不會被劉光華 所以劉光華這叫做什麼 聰明 反面聰明 或者上到位 其實 根本共產黨對你的信任 是打八折的 剛剛網友都已經看了報紙 今天劉光華被星島的一篇訪問 他說如果我要做副局長 真的不覺得屈就 其實他做什麼官職也好 議員和行政會議也好 不是他屈就 是屈就了香港人 我收了一點封 劉光華那邊的人 你又是你的朋友 林康正的朋友 收了一點封 剛才你們所說的 都是聽回來的消息 都好像是真的 其實都很明顯 就是一個內部矛盾的鬥爭 我們一直說劉光華 剛才林康正也說了一點李慧琼 李慧琼 就是屬於真玉成派系 一直以來都是力捧 亦都是被受呵護 今次超級區議員選舉 你也看到 萬千寵我做一身 你看到李慧琼的比率 就算你在新界 都是見得多過劉光華 劉光華在今次 明顯地就是被棄補 那八姐姐的出現 你說是否因為八姐姐出來 才能吸取票 還是八姐姐來得到 就是可以比共產 調控得更加漂亮 沒有人知道 但是劉光華在提問 就是他跟譚耀宗的線 比較近 曾玉成關照李慧琼的派系 又好像是兩條線的鬥爭 所以捧李慧琼 將來接任主席的機會 就越來越明顯 即使你說要做特首選舉 到這麼遠 都可能是李慧琼子 即使李慧琼 看著他由一個人變成一匹屎 李慧琼這樣欺騙到人 但李慧琼雖然這樣欺騙到人 又太貪心了 你將李慧琼普遍做行政會議成員 當梁振英政府有什麼問題 李慧琼是要跟著一起負責任 單單只是打這個議題 你行政會議成員 你有份香港有什麼問題 國民教育 香港23條 甚至經濟問題 房屋、樓價問題 解決不了 李慧琼全部有份 等於綁著他一隻手 正是因為打殘李慧琼 但這個我又不是這麼擔心 你看看劉剛華以前也是行政會議成員 當時曾蔭英權 政府民望不是太低 到最後那一刻 貪真 因為個人操守問題而低 而不是表現太差而低 但梁振英隨時因為國民教育 所以李慧琼是因為梁振英的民望低而一起死 誰會死 這個我也認同 尤其是今屆政府行政會成員 趙紮陽就變成特首 其中一條可通之道 但李慧琼 我總是覺得他這麼狡猾的人 他也在立法會中有一個職位 他也可以在那邊罵政府 一邊又在行政會議幫忙 都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李慧琼好像你所說 是狡猾和聰明 所以一定要 李慧琼是行政會議成員 香港政府政策 梁振英政策 全部李慧琼 都有份同意和支持 所以一定要打這一點 我收到劉光華也不用休 似乎在內地遲些 可能有些協助 一定有些補償費 心靈創傷補償費 全部讓位給你選的區議員 都會有 何況你劉光華 中共就不會代搏那些柴子 為什麼這麼多人願意拆中共的鞋子 因為你有錢 所以我覺得他不用做什麼副局長 可能做政協 做政協 甚至可能做局長 局長 局長也有可能 尤其是現在經常落馬 不過我想他不肯 我相信他不肯 劉光華7788 說回大陸議題 武漢好嗎 武漢這單 可以簡短一點 其實這一單 又是說一些民眾 警察及黑社會集團的衝突 那大家應該有聽過 其實每年是有上萬單 這些民眾衝突 其實是被蓋住 這單也是其中一單 很多圖片流出來了 其中一張最特別的相片 就是民眾和警察對視 而警察那一班人之中 亦都是有一班黑社會 站在一起 事件是怎樣呢 地點就是武漢的漢西村 不是漢西村 漢西村 漢西村 就是流漢漢西村 是一條城中村 比較殘舊的 周圍的城市發展得很好 計劃了就要拆這些城中村 都三年了 今年就在七月的時候 就加大清拆力度 他們叫做 其實已經安排了會有賠償費 那也是那個問題 說就說有賠償 其實那個賠償的錢 只是救他們由燃子 搬去一些成交很遠的地方 所以民眾就很不滿 其實就對峙了兩個月 期間那些公安那些騷擾的手法 例如會派人去做搶劫的活動 派一些黑社會去做 咳辯啊 見人就打等等 其實已經有部分的村 已經被他們搞到整個空城 但是當地的村民都很團結 因為其實對他們的利益受損是極之大的 那去到上個星期 就有一個大的對市的情況 有打人 據說也有一些是被打死 就有很多的圖片流出來 那其實也是一個很常見的一種衝突 就是那個土地的利益 那為什麼特別都會提出來說呢 就是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都是這樣的情況就麻木了 其實是雖然整天發生 但是那個矛盾從來都沒有人去解決 我當不要說大陸那麼差的環境 就是一個民主開放一點的地方 你要開發城市 就是令整個城市的經濟更有效率 這樣做 但是你也要中間被犧牲的人 得到適當的賠償 首先這裡做不到 第二就是說在內地 這些這樣的案件 經常都是那些官啊 有錢的人啊 地主啊 其實就拿了大部分的地的利益 然後就代那些村民 就去平價鑑錢 鑑平鑑賤去賣 這樣去設計那個新的城市 那些錢最後就是自己賺的 其實民怨就在這裡 這些叫什麼勾結啊 這些叫做官商超穩定勾結 還要出賣你自己的鄉民 出賣你自己的同鄉 我們中國人是說什麼 血龍於水嘛 你這樣做真是被天收 這些村長官員 那說完武漢啦 不如說一些國際事情 最近一件事挺開心的 就是Pussy Riot 是不是開始有些好消息 Pussy Riot 好消息啦 早時你又喜歡 Wired就是我們經常搞的 Pussy Riot又怎樣呢 早幾個星期都說過 俄羅斯有一隊 樂隊 三人組合 抗議多於真正玩音樂的一個樂隊 經常有反譜 反政府的活動 他們試過在紅場或者公眾場合 滿端大跳舞 引人注意 7月那一次 他們在一個東正教大教堂裡面 阻礙了黎薩的進行 所以就被拘捕 而應該是早幾個星期 被判入票整兩年 這件事 要看大家 他不是 除了當地言論自由很嚴重的被打壓 第二件事 就是 司法的獨立 是受到質疑的 因為其實他們被人告一個叫做流氓罪 流氓罪其實跟香港的遊蕩罪一樣 就是欲家之罪 但是呢 居然那個判刑是兩年 所以其實很多質疑就是 是不是只是因為他們的反保經立場 所以就罰得特別狠呢 但是應該是這個星期三 總理梅德韋傑夫 總理現在是阿爾的 梅德韋傑夫 是真的有權的那個保經 總理就說 其實都表態支持 他們其實都可以獲釋 獲得假釋 因為其實他們都拘押了五個月 都受救了 其實這個做法正正又是 再表示就是說 那些司法是經常受到一些權貴去影響到的 其實俄羅斯跟中國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沒有司法獨立 司法就是執政黨的工具 他喜歡什麼時候抓人就抓人 喜歡怎麼判就怎麼判 從來就是公開就公開 有什麼罪就定什麼罪 從來都沒有什麼司法程序 司法公義是沒有的 當然俄羅斯今次政府很低頭 因為國際壓力 國際壓力也開聲 黃耀明也開聲 到底你不放嗎 就是你為了形象 至少在敘利亞之前 在敘利亞的邦 巴西爾政府其實俄羅斯已經盡大跌了 如果你想得到更加多的支持 其實在PUSHR三個女生 你不就放她出來 做不到什麼 說多一點 其實關於PUSHR被判長的監禁 有一個民意調查 其實國際反應很大 但國內民眾對這件事的關注度是高 對他們的支持度是不高的 尤其是這個調查有一個分析 尤其是一堆老年人 或者信教的人 就認為這件事 法庭做得不錯 就是擾亂公眾 對 通常都是高等教育 或者首都 資訊比較廣泛的 無神論的人 年紀輕的人 比例是少 那這些從來都是 才會支持 所以我只想提一提大家 就是俄羅斯有這樣的情況 你討論到香港的情況 就是如果香港市民 也都是大部分政治冷感 不關心一些打壓言論等等的議題 所以其實這次選舉 就有很多經歷 人網的支持者就是說 其實我們真的有責任 或者我們既然知道多些 聽多些 所以希望我們自己覺得是 就將一些被壓迫這些問題 其實多些告訴身邊的人 唯有市民都能夠支持抗爭 一些反對強權的活動 我們這些才有機會 令政府屈服 就像國民教育一樣 如果不像其他議題 例如東北 可能這件事再少的人關注 就沒有人理會的 就過了 我還記得這件事 其實令我即時想起 早幾年 香港在堅島的教堂 有一群同性戀者衝進去抗議 那時候因為教宗說 同性戀是類似有罪的意思 所以也引了一群同性戀者進去 當時職場就被人抓走了 但事後也沒有起訴 當然是警告了 所以香港現在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有自由空間的時候 好像Ben這樣說 要跟多些人說 尤其是透過這次選舉 我們把訊息帶到很多市民 但已經知道了很多 選員也可以更多 對 所以要一直繼續做 不可以說這段時間做得多了 其中一個好方法 應該是介紹我們的節目給別人聽 這個當然 我在街頭上 有些姊姊說 我有聽你節目的流翁 然後我說有沒有聽我們破地獄 然後那位都會禮罵地 有啊有破地獄 政府要被拘捕 沒有啊沒有啊 要放他 啊什麼啊 睡街 扔招 扔雞蛋 暴力 拉 說出他要拉布 啊影響民生 香港人就是這樣 外國 一把尺 對本地政客又一把尺 所以香港人真的很奇怪 很奇怪 香港人就是這樣 當然奇怪的事情 蘇豪說回你經常吃的那些 你想說 吃什麼 精子的新聞 精子的新聞 本來 精子是那隻鬼 電影 是爬出來的那隻 是嗎 另一本 各位男士應該要開心 尤其住香港的男士都可以開心 因為很接近我們 原來廣東省最近有一個政策公佈 捐精者最高補貼去到五千元 嘩 聽到大家即時網民就很興奮 是呀香港的捐精服務組 早幾年已經剪掉了 剪掉了 很有錢的 因為香港的飛機經常有Facebook打 所以都沒有什麼精子可以捐 捐到給廣大群眾享用 說說廣東省這個捐精五千元補貼 聽到好像很傻 理論上應該排隊 大家是準備出精 一路向西出精 其實也想排 有沒有服務員呢 就沒有的 男性可能有 真的捐精 但是出乎意料 竟然一直以來 為什麼他要加到五千元這麼貴 原來之前也有捐精服務 不是服務 就是捐精的計劃 叫市民捐精 但是只有三千元 三千元也很多 是不是不給錢 三千元很多 不是呀 給足三千元 但是為什麼沒有人去呢 讓我告訴你 是要怎樣捐 你就知道了 廣東省有一個醫院 專門收集精子庫 專門收集捐精者 每次捐精 你知道要捐多少次嗎 捐六至十次 呃 即 次是什麼意思 次是下 還是 你聽著我說 原來一次的完整捐精 是要六至十次的 來 你現在想想 即是像收縮嗎 要在多久完成 這個就是這個問題的關鍵 原來整個捐精的過程 前前後後 包括你所有的HIV 精子有沒有問題 是要有九個月的時間 嗯 即是中間要交很多次給客人 所以就是原來 三千元是怎樣計算的 即是之前舊的價錢 三千元是怎樣計算的 原來就是你每次去一次 精子庫的醫院 就捐精 每次就給你營養費 和交通費 兩塊錢 嗯 就前後 即是我剛才說過六至十次的捐精 加起來大概是三千元 即是你去過十次可能 兩千元 兩千元 另外再補貼一些 其他費用就是三千元 那三千元呢 拖九個月時間才能確認 她的醫院還要判斷 她那些醫院是事情 但媽媽教你冷飯落雪櫃 不要新生舊舊混合 那我這次要一夜遇到這麼多次 別人的科技很先進的 她那個精子儲存庫 就可以把精子儲存十年以上 即是可以 但今次問題是六至十次要多久 你這個測試過個人的體質 這些話不用我解釋 所以這次加上五千元 因為過往很多市民 廣東省市民都覺得 哇 山長水縣 九個多月 除開每次只有兩塊水 覺得非常不合理 所以結果忍不住人 所以廣東省希望提高價錢到五千元 其實是五千元 一次五千元 一次三千元 對 所以之前為何會被人炒熱 這是國情 所以就是在微博那些居民看到 五千元 這麼順利 我們不斷去捐 十年就可以買一層樓 原來發現要分開 還有九個多月才有三千元 我建議派Mark去驗證這宗新聞的真確性 沒錯 但捐贈這些東西 不是人人都捐到的 雖然時間不太多 但我也要講講 準備這宗新聞 原來有一位內地博士生 因為捐贈而死亡 這是官方說法 像李旺陽一樣 這不是官方說法 這是為提案的家屬 千順人亡 畫上也不出奇 捐贈 做善事做死 就是怎樣 講講這宗新聞 這件事在湖北省華中科大 即是內地的一間大學 一位博士生 這位博士生 大家都知道 這大學先鼓勵同學捐贈 為甚麼呢 尤其是因為他收集精子做 不知道可能會有各樣研究 還有真的用來做試管嬰兒的 正常啦 Ben 尤其是你打到整間房間 不如實際帶 還保的一種事業 錯啦 這計劃不是人人可以捐贈 為甚麼這位捐贈的朋友是博士生 就是因為這間大學要求的 是高質素的精子 所以要一些高質素的人去捐贈 才會有價值 所以這位博士生就去捐贈 學歷歧視 為甚麼會死 誰知道死掉了 誰知道在捐贈的第四次過程 回到家 十天之後就撤死了 有甚麼可能你捐贈 那四次是多久他完成了 所以 不是就像你這麼急進 一天就想解決了 我相信他沒有詳細說 我相信和我們剛才說的 廣東省邀頭捐贈的過程 因為他們有標準 可能要隔一段時間才可以再捐贈 所以我相信隔了一段時間才可以捐贈 但為甚麼會說捐贈死 原來他的家屬去告這間大學 即是上庭告這間大學 就說他因為捐贈這個過程 就沒有通知有風險 所以就令到 即是老屈的 捐贈後 10天之後就死 甚麼武功啊 你先聽聽我說 他要求這間大學賠償400萬 這樣就明白 因為原本大學也有賠錢 即是賠了8.8萬 8.8萬又真是少 而且他免了兩萬元的學費 即是那幾期的學費 息事靈人 但他們家屬提出了很多證據 現在是同一家大學彈官 一毫子也不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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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飛機十天之後死關 你打飛機是甚麼事 你不讓你的手動作怎樣 神經病 你留在Facebook打飛機 好了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破地獄時間差不多了 星期一見 加油 拜拜 拜拜